而在另一头的子竹园,酣畅淋漓地睡了一觉之后,程悄悄再一次醒过来是被恶醒的,她瞌睡得要命,可是肚子呢又在咕咕地叫个不停,闹得她想睡都没法睡了,她迷糊着闭眼去往枕头的另一边摸一摸。 而当捕捉了半天之后,还是一团空气时,她心里咯噔一声,当时撑大了自己的双眸,大床上除了自己之外,哪还有走后的影子呢? 程悄悄愣正着从床头柜那儿找到自己的手机,还没拨通租号的电话呢,紧闭的卧室门就被人从外头推开了。 男人手里端着还冒着热气的面条,看到女人醒了过来,脚下的步子加快了一点。 醒了? 你去给我煮面了。 对不起,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给你留下个字条的,刚刚是不是有点怕? 不是怕。 以前人家看小说的时候,里面写,男女睡过以后,男同志都会躺在这里,当女同学醒过来的。 刚刚一睁眼看到你不在,一下子就给了我一种,我被骗了的感觉。 下次我争取做到这样,肚子饿不饿,我煮了你很爱吃的菜,很多肉菜,多面,也很多的面。 嗯,你这属于哪儿学来的?